鸡丝 哈喽 大家好 是杨菜谱 美意分享 今天分享 鸡丝香菇炒竹笋 那我们看看 今天要准备的 主要材料 我们今天做个 鸡丝香菇炒竹笋 那我们也有 鸡丝 就是那个鸡丝是用 一个鸡腿柚 把它切成丝 一个大的鸡腿柚 然后有少许的香菇 就是那种金钱菇 就是中间切开一开二 这样子使干净 腻干水 倒软以后 还有一个 甜椒 柳方龙椒 四分之一个 这个青红 各四分之一个就够了 就是配配菜而已 还有我们的主角 那个小竹笋 就是在超市买 一块九毛九一包 有的四厂是两块多 反正也是 顶多就是两块五 就是那种小竹笋 你也可以用罐头 这个呢 就是没有罐头那么多 就比较稍微好一点 有新鲜的更好了 这里就不可能有新鲜了 然后我们的配料 有那个蒜蓉 三粒蒜头 切成的蒜蓉 小许的姜片 还有大概第七个的 那个干红椒 把它切成段 还有那个胡椒粉 美极鲜酱油 生抽 料酒 还有老抽 还有糖 竹笋我们就这样斜着 这样斜 斜着把它切成小片 就比较容易净味 竹笋那个切好以后 我们用个半茶匙的糖 半茶匙的那个油 那个香菇 捞匀 腌一下 腌完香菇 我们那个鸡心也要腌一下 我们用大概 四分之一的胡椒粉 那大概半个茶匙的酱鸡 半个茶匙的油 半个茶匙的油 四分之一茶匙的盐 半个茶匙的鸡粉 四分之一 还有一个茶匙的士 sars 这个鸡粉 还有一个茶匙的生粉 三个茶匙的皮油 让一个茶匙的油 全部把它烙匀 然后把茶匙的酱油 全部把它烙匀 腌个15分钟 那个竹笋因为是那种泡过水的 所以我们用干锅 把它先烘干那个水分 因为它泡了水 里面吸了很多水的话 它就不好尽味了 就不爽脆 我们把那个水分把它烘干 等一下炒的时候就比较好尽味 而且会脆 如果是新鲜的 你就抄一抄手就行了 因为我这个是换头的 或者是那种泡水的那种 包装好的泡水 不是新鲜的 就要烘烘干那个水分 大概烘个两三分钟就好 我们的笋扁了三分钟以后都干了 我们把它先撈起来 锅里面放个两汤匙的油 我们把那个姜片先包一下 把那个姜的味道先包出来 然后加上那个辣椒 还有蒜蓉 把他们的香味倒出来 然后我们把那个祭司放下去 把它炒熟 把它炒熟 大概炒个三分钟左右就行了 然后我们现在炒到三分钟了 我们现在把那个笋 油笋把它放下去炒 炒个一两分钟 现在我们调个酱油 大概一个茶匙 老抽放个茶匙 调一个颜色 icki difí理性伙地 锅里面来 再加上当糖 三个盘和� and 骨益 大量的都是红利 大概沾个汤匙的水 我要点一下 最后我们把那个辣椒放进去 然后我们来泡个薄芡 还有我们的酸酥饼要摘上鸡 你看那个酸酥之前没摘到 用开水烫过了 所以不要煮菜子 好我们的鸡西酸酥 炒竹笋就好了 现在上菜了 好香好香的 因为我为什么用鸡丝呢 因为鸡丝它有点油 一般都是用肉式的 因为它那个鸡腿肉呢 有点鸡油炒起来的 特别亮特别油特别好吃 因为那个竹笋一定要吸油 所以我就改强了 本来是肉式我改强了鸡丝 希望你喜欢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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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